大家好,我是屈然妈,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你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进入春天之后,很多人都感觉身如纵果 每天困倔乏力,身体水肿 皮肤油腻,皮肤暗淡 喝一口水都长漏 身上的坠漏更是一层又一层 这其实都是体内有湿气的原因 而一说到去丝,99%的人想到的都是义米 不可否认,义米是一种去丝佳品 但是它的腥味偏寒 很多脾胃不好的人吃了之后 很容易导致脾胃不舒服或是拉肚子 但其实市面上还有一种食物 它的去丝功效比吃小豆一米更强 还不少脾胃 这里说的就是生姜 今天就用生姜搭配它堪称去食王 比一米强十倍 一周喝三次湿气 半夜偷偷逃走春天要多喝 今天就分享一下它的做法 下面随着我的视频 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块橙皮 橙皮是一种很常见的中药 不仅要用价值高 食疗效果也比较明显 它的功效和作用 第一它具有健脾开胃去湿 它可以帮助消化系统正常运作 增加食欲促进消化液的分泌 提高食物的消化吸收能力 第二成皮还可以去痰止咳 含有丰富的挥发油和芳香同类物质 可以舒张支气管 平喘止咳 对于感冒引起的咳嗽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第三成皮还可以理气消食 可以舒缓胃肠道的紧张情绪 促进气血流通缓解胃痛腹脏恶心呕吐 帮助消化系统恢复正常 第四成皮具有疏肝解育的作用 可以调节情绪 缓解焦虑和抑郁 减少情绪波动 改善睡眠 有助于维护心理健康 第五成皮具有促消化的功效 成皮含有挥发油 成皮带等特有成分 对于胃肠道有轻微刺激性 可以加速消化液分泌 排除肠管内机器提高食欲 成皮当中含有的泪泥蒙苦素 还有助于加速肠道蠕动 有促消化的功效与作用 成皮减碎之后放入水里清洗干净 洗干净的成皮控水捞出 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准备两小块生姜 生姜是一种很常见的调味品和药材 在中医和食疗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生姜富含挥发油 姜黄素 姜辣素等成分 具有温中去寒 散寒 止痛 促进血液循环 提高消化功能等多种好处 第一 生姜具有温中去寒的作用 可以帮助身体驱除寒气 提高身体的抵抗力 对于容易感冒 手脚冰冷的人来说 尤其适宜 第二 生姜还具有上寒止痛的功效 可以缓解身体 因受疗引起的疼痛不适 对于关节炎 风湿痛等有一定的辅助效果 第三 生姜还能促进血液循环 通过刺激血管扩张 提高血液的流动性 从而减少血酸的形成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第四 生姜还能增加胃液分泌 促进消化功能 有助于缓解消化不良 和胃肠炎的症状 第五 生姜还有一定的抗菌作用 可以有效撒灭细菌病毒 和寄生虫 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第六 生姜还可以帮助 调节血脂和血糖水平 改善心血管健康 研究表明 生姜对于高血脂 高胆固传和高血糖等症状 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第七 生姜还具有症痛 解热和去痰的作用 可以缓解感冒 和其他呼吸道疾病的症状 生姜泡水喝 还具有多种 其他保健和辅助作用 可以对多种疾病和症状 产生积极的影响 生姜洗干净之后 切成片 再切成丝 切好的生姜丝 放入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10克黄芪 黄芪是一种传统中药材 被广泛应用于中医药领域 黄芪具有多种功效和作用 被认为是一种药食同源的天然保障 那功效和作用 第一 可以增强免疫力 它含有丰富的多糖黄酮类化合物 和氨基酸等物质 这些成分有助于提高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 增强机体的抵抗力 预防感冒和其他疾病的发生 第二 调节血压 黄芪对于调节血压有一定的作用 黄芪中的有效成分 可以扩张血管 改善血液循环 降低血压 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 饲料饮用黄芪泡水 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第三 抗疲劳 现代生活节奏快 工作压力大 很容易导致疲劳和精神不振 而黄芪具有抗氧化和抗疲劳的作用 可以增加人体的能量和精力 改善疲劳状态 提高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 第四 抗衰老 它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 可以综合体内自由基的产生 减缓细胞老化的过程 保护皮肤的弹性和光泽 延缓衰老的速度 第五 控制血糖 黄芪对于调节血糖也有一定的作用 它能够增加胰岛素的分泌 提高细胞对葡萄糖的利用率 有助于稳定血糖水平 预防和辅助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 黄芪清洗干净 控水拉出 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个红枣 红枣是一种很常见的水果 也是一种重要的中药 自古以来红枣就被认为是滋补身体 养生年年的宝贵食品 备受人们的喜爱 它的功效何作用 第一 红枣有益补气 据中医理论 红枣具有补气 抑血 健脾 养胃 安神 定制的功效 对于贫血 虚弱 疲劳等人群 红枣可以起到很好的养血 补气的作用 帮助增强身体免疫力 减少疾病的发生 第二 红枣有助于缓解压力 现代人的压力很大 经常处于压健康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 红枣就可以作为一种很好的食疗品 可以帮助缓解紧张情绪 提高神机系统功能 促进睡眠 让人恢复精神状态 第三 红枣还具有明目意志 抗衰老的作用 对于老年人和学生朋友来说 也是一种极好的保健食品 红枣去掉红枣盒 把它剪成红枣片 接下来准备一个砂锅 把这些食材全部放入砂锅中 加入适量清水 大火煮开 小火煮20分钟 朋友们 这做视频不易 一个红枣 对您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 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 这个视频 麻烦你帮忙点个免费小红枣 非常感谢 时间到了之后 打开盖子 我们只需要喝这个水就可以 然后把这个 红枣生姜水 放入杯子里 稍微晾凉 就可以直接饮用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 欢迎你的订阅 点赞 收藏 转发 也非常感谢 你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